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新指数最新报在202点 跌173点 国企指数跌60点 报6796点 大肆成交有310亿 暂时穿了202点 刚刚这一刻 不知道今天会否守得住 但今天大家都知道大家应该会留意316 蓝筹股中跌幅最大的股份跌1成4 暂时报在226元 也不是没有消息 有研究机构说全球货贵指数 上周四公布最新的价格6430美元 按周计再跌3% 年跌24周 按年跌32% 今天航运股不太好 特别是316 今天跌得太夸张 你见到CCFI只是跌3% 但它跌一成多跌 基本上已经跌得太多了 所以 不过这一只 它们本身的成交方面 很多时都是靠着 一下就可以直接推上去 推下来的 所以它的股价波动性 本身就已经比其余那两只 航运股 即是1919 以及2343 一向就比较大 在这一段时间 你说直接就被插穿了 如果想拿来炒上落 其实都比较吸引 可以打算去拼一拼 这一段时间 第一个支持位已经穿了 即是近期的移动平均线已经穿了 然后你说要在近期的低位 即是6月至7月的低位 当时做完突破之后 打算要做个后抽的话 唯一可以拿到支持位的 就是7月8号 那只羊竹上影线的顶位位置 即是挨着229、230元左右 所以 你说现在暂时位置都算穿了这些水平的话 可能就要等一等 因为说 day low的时间 即是贴推下去day low的时间 就不建议接放 但如果你说以股价 或者以股值上来看的话 的确是比较吸引 如果你说用这些价位来拼 拼它下一季都叫做 继续出个季节出来的话 现在的股息率 的确算是叫做不错的 挨着有25% 所以 可以在这些位置想一想 不过我就不建议立刻 排队出来接货了 要么有两个做法的 要么真的叫做等它 落到再底一点的位置 即是210元左右的水平 就试6月至7月的底部位的支持 要么就说 现在这些价位 可以弹一些上来 上回到7月8日的顶线位置 即是顶部的顶线位置 挨着230元左右 上得230元才去追的话 其实都算是直播了 今天来说 CCFI只是跌3% 股价有这么大反应 我觉得就应该跌突了一点 其实不止CCFI 其实上周五看到BDI 亦都要跌超过5% 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因素 因为印尼也禁止 一个抗商出口煤炭 还有欧盟 亦都对俄罗斯的煤炭 有一个禁令的持续 其实市传现在有一些 杀价竞争的情况 业界也都说 传统的第三季的旺季 其实都已经过了一半 会不会说 特别看到316的图 其实如果今天收复不回 好像有些双顶的迹象 会不会说这个行业 会的 所以 如果去到运价方面 就是刚才说的煤 这个需求就不算 真的叫做动得很多 因为即使大家在俄罗斯 拿不到货也好 都要跟中国、澳洲 那一堆 去继续采购煤 所以在BDI方面的影响上 就不算很大 但如果你说以316来计 拿Benchmark 的话 是说一些集装商的 一些零售货品的关系性 会叫做比较多些 可能大家有机会怕 美国接下来的零售数据 又会弱些 现在市场预计 大概只有0.1%的增长 上一个月 都还有1%左右 所以其实有机会 是缩得比较多些 所以 刚才Vicky也提到 挺好的 316现在都算是 做了一个双顶的格局 即是挖着275元 算是做了两个顶 所以我刚才说过 这些价位就尽量不要立即去试 起码要试之迟的话 都是试回6月至7月的低位水平 即是颈线的位置 去到210元左右 才可能是拼它 弹回一些 做个炒上落的格局 如果是试到7月8日的顶线位置 肯弹的话当然好 但现在首要的目标 就会试回整个双顶的顶线位置 也是刚才提过的210元左右的水平 好 看看下不下这些位置 早晨 市场真是很弱 其实今早早 刚才都没有说 一度都倒升上去 但是看到 都不是很升得起 现在还要跌157月1点 暂时守得住二晚点 这些关口的位置 但是其实今个礼拜 大家都看着很多消息 包括重磅股 腾讯和港交所 其实今个礼拜都会公布业绩 问问Samuel 你觉得守不守得住 近乎一个成金 我有这么厉害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些金融类的股份 或者说一些新经济股的表现 其实就不是那么乐观 一来港交所方面 大家知道成交方面都很弱了 二来市场比较稳 比较稳的状况下 他们的投资收益都未必可以做得太好 所以大家对港交所 期望应该不大 然后你说到腾讯的层面 即是它自己會受到廣告放緩的因素影響 如果你說第二季開始 國內的經濟真的有些下限的趨勢 很多公司都不會放那麼多預算在廣告上 所以可能只有遊戲業務比較有少少防守性 或者比較頂得住 然後再去到投資收益的層面方面 騰訊自己拿著全部都是一些新經濟股和方旺股 在第二季開始股價跌下來 其實騰訊都一定要做些減值 或者說在投資收益裏面又有些虧損出來 所以第二季的業績也不會太樂觀注 所以我覺得這兩隻要彈上去的話 或者你說撐著市場彈上去的話 機會比較低一點 目前你見到可以發出營起的股份 全部都是資源類的股份 即是說煤炭、油、相關的航運 它們可以升的升幅都算是倍倍升 或者說起碼是6、70%以上 但是這類的資源類的股份 受著供應鏈影響的 它們的佔比上在恆指或大市的佔比 就比較低一點 你說最主要的大隻的 全部都是一些新經濟股 以及說一些金融類的股份 這些股份就很取決於 你說投資市場的表現如何 以及說你說現在的實體經濟 是不是真的叫做有錢 肯投放在廣告上面 或者在投放它們的電商的業務上 所以表現就未必太樂觀 我覺得你說市場 這段時間在兩萬點繼續吐的機會 甚至乎下回19,800 去再次支持的機會 都是叫做比較多 近期就有少許時間 有幾天 8月2日、8月10日的時候 都叫做跌穿了一些即市支持的 即是說19,800左右的水平 但是暫且都算是叫做彈得起 所以如果你說想在指數上做一些部署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要等到19,800左右才再想 好啊 也都看一下星期三 兩隻重磅股有沒有驚喜給大家 除了業績要留意之外 我想上個星期大家都留意著一條消息 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上石化、中壘 還有國壽其實在上個星期五 傍晚時份也都公佈 已經申請將美國傳托股份 由紐交所退市 我看到很多分析猜測 究竟對於這些公司 會不會說對於市場的擴展 資本擴展有一些負面影響 但是看到特別有大行 其實都不會說是有什麼太負面的影響 有一個正面的訊號出來 傅瑞說的 另外有些內地官員就說 就不要過分解讀 就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但其實這件事我們應該要怎樣理解呢 因為一來就可能是在美國那邊 這些就是油股類那些 他們就不是ATM的股份 不像阿里巴巴、京東那些 有那麼多美國的投資者去炒 所以本身可能在成交量方面的影響 已經不算是很大了 而來可能一些叫國有的產業 或者說一些戰略的產業 可能有機會就 中國打算要穩陣他們的股份的造價 或者說可能那個股權的分佈 所以你說可能有機會將他們搬回香港 或者搬回大陸那邊 去維持上市的地位就算了 所以想到的就會有機會是這些因素 但如果你說對於成交方面 不是真的叫做太大影響 就是對於你說可能阿里那些影響 相對來說比較minimal的話 就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影響在這裡 暫時的影響算是中性 但大家都可以預期 如果你說走第一步的是國企 然後可能大機會的 就是說你說一些新經濟股 比如說你說一些新能源車 或者你說一些電商類的股份 可能慢慢移下來的時候 那些股份的影響性就比較大了 例如你說維小里那些 他們在美國方面那些的股份 成交量方面都佔比比較多 所以到時可能反而有少少負面影響 但其實剛才提及的五者 包括中石化、中石油等等的退市股份 今天其實表現都比較差 都跌2%以上 Sami 剛才提到大家可能要擔心 為小里的影響的時候 會不會在股價上 他們都不會有太大的起色 是的 尤其是今個星期 他們準備都陸續出業績 今天來講就會有理想 所以大家對於他們的股值上 開始就又調低了一點 因為起碼七月份的時候 為小里這三隻的銷售額都是差的 然後今個星期除了一些汽車股之外 那些汽車的零部件的股份 都叫做出業績 例如你說1316 就是你說內細特 所以大家看著這些股份的時候 很害怕它那個毛利率會出事 如果你說資源的價格 在過去這一輪 就不算真的叫做回憶太多 都仍是處於一個高位水平的 那可能會不會他們在一個毛利方面的問題上 會叫做比較大一點 那即是叫做一加一減 如果你說最上游的 即是說做一些資源類的股份 可以保持發營起的 或者那個盈利水平是升近五六十個百分比以上的 那即是代表你說中游下游的一些工廠 以及說你說一些零售商要吃了一些資源類的炒價 所以大家很擔心 那些汽車零部件 或者你說那些汽車股 今季的那個毛利率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暫時都叫做比較審慎一點 好啊 另外CA就問一些新股 2152 蘇新服務 物管股來的 今天就開始招股了 那些招股價呢 就應該是 我們一堆要給大家看 但大概入場費就四千多元 不過近來物管股 大家都知道有差的 抽不抽號呢 如果你說以整個內房的板塊來看的話 就不太建議去抽了 那麼除非這隻 可能你說除非它自己本身 會叫做有國有企業的背景 或者是說它會好像 潤地那隻旗下的物管股一樣 在一個商業的地產的佔比 都是叫做比較多的情況下 才叫做考慮 但是暫時這隻本身就沒什麼看開 如果你說只看它們的業務 或者說看它們的架構的話 就不像有我剛才說過的那些因素 所以可以看下它們的招股書 現在暫時去看的話 它們集團的背景 或者說它們自己沒有公司的背景 不算比起我們認知 即是在香港市場認知的話 就應該不算很大 所以第一個因素已經不用考慮了 然後就要看它們在商業物館的佔比方面大不大 現在這部機就暫時正在購買 可以給我看幾分鐘 先問其他東西 好啊 但它都是問新糊 另一隻是我先說 中國中緬是1880 今天開始就招股 這隻都是大家的焦點之一 因為都算是今年可能最大集資規模的一個IPO 每首100股 入場費大概是16,716元 這隻是中國最大的免稅點營運商 在中國中原 這隻是否值得抽些 這隻的話 都還有少少看頭 即是說你說在一個 起碼它們在營商的市佔率方面 叫做比較多些 二來就是說它們在整個市場的炒作上 都還叫做有些機會 如果你說去到第二季打後 接下來的時間 大家都看著大陸可能有機會 會出一些通關的程序 或者說你說有機會開通機場 那一堆的 無論是內陸機還是國際機都好 如果你說炒這些概念的話 那些免稅店那一堆 其實是會叫做有得炒的 所以我覺得 這隻中免反而可以叫做考慮一下 然後去到你說其他的一些零售商 或者說你說其他的一些 舊經濟類的一些股份上 除了你說一些免稅店之外 可能一些機場類 或者說你說一些各行那一堆 都還叫做有得炒 因為上個星期 基本上它們都回了一輪下來先 這個時候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Kathy在旁邊 Kathy早安 Hello Kathy 聽到嗎 喂 你好 是啊 我有三隻股票想問 好啊 這樣就是1347華控半導體 我就見到它今天回落了 然後是2607上海醫藥 第三隻就是9868小鵬汽車 因為我錢不多 我試試選一隻買 請問請你建議我甚麼位置買 應該買哪一隻 好啊 麻煩你電話先拿 小仔就選了華紅半導體 上個星期就出了業績 另一隻就是上海醫藥2607 還有一隻9868小鵬汽車 亦都是未出業績 這三隻來講 選哪隻 因為資金有限 選哪隻來買會比較好 是不是全部都沒有貨 全部都沒有貨 都是在三隻裡面選擇 三隻是華紅半導體 上海醫藥三個都不同的 還有小鵬 如果你說要比下去的話 可能在股價上的 就會是華紅半導體 比較直駁 因為近期都算是在低位水平拉鋸 但是基本因素上 不算好彈得起 所以如果你說要給我炒 或者給我選擇去駁 可能會選擇小鵬比較好 因為這段時間 車股雖然它的銷售額做得比較差 但是如果你說要炒政策 可以受惠的話 車股應該都可以跟到一陣 所以這幾隻要選擇的話 就會選擇小鵬 上海醫藥因為對於它自己的 就沒有太大的憧憬 或者近期的消息就不算 真的叫做出得很多 所以你說上海醫藥的 可以叫做等一等 這一輪的勢 上海醫藥應該是最差的 就是上星期 小鵬曾經試過一天 上完二十天線才按下 但是上海醫藥就沒有 所以連突破都沒有的股份 就可以不用考慮 所以這幾隻的話 比較好看一點 或者你說不是捱著自己的 五十二週身低的話 就只剩下小鵬 或者上海醫藥就捱著 五十二週身低 十九毫二 現在就差幾毫子而已 然後你或者一三四七 就是橫半導體 它自己的五十二週身低 都是這兩個星期做過出來的 所以這一隻都可以等一等 然後你說小鵬 小鵬 開始就還算是 試過下二十天線 不過今天市況比較差的情況下 它就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 起碼就做了一個突破 上個星期就已經突破了一條 十天線的水平 現在反而試試十天線的支持 所以在捱著九十二元的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搏搏這隻的 小姐你看下九八六八 小鵬汽車 可不可以找位賣 接下來我們聽完Kathy的電話 輪到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你好早安 Hello吳小姐早安 喂 你好吳小姐 聽不到很小聲 是 我們盡量大聲一點 聽到嗎 是 都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很遠 是啊 你想問什麼 我聽到你 我聽到你 是啊 好啊 我想問兩隻 我想問六號和1919 是 有沒有過 1919今天跌那麼多呢 不知道可以在什麼位置入 還是可不可以入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跌那麼多 暫時跌超過百分之四 剛才也提到CCFI指數又跌下來 Samuel也解讀一下 上個星期跌了30% 所以 你把股價這樣跟下來 回回30% 就不算多了 你看著316 其實基本上所有韓運股的跌幅 根本就小毛見大毛 所以一塊一塊基本上 今天的表現算是合理 股價上 之前應該畫圖 都已經畫了幾個區間出來 近期的壓力位 即是拍下去 捉住12元左右的水平 就不算真的叫做好彈得起 所以 尤其是按住下去 50天線的水平的話 你說要拉下一點才叫做比較直博 即是用來炒上落的話 可能都要回到11元以下 捉住10.8左右才叫做考慮 然後10.8打後 指示位的就拍下去10.66 或者你說10.6左右 做個指示 這裏就輸2毫左右而已 其實就在3%內 所以你說捉住10.8左右去買的話 這一隻我覺得是可以直博一點的 然後另外就是6號 6號現在暫時的股息率 就是說他們在派息方面 都還叫做有捉住5.6% 即是捉住6%左右 所以在公用股的角度來說 算是叫做中規中矩 又不算叫做很多 如果你說比起 你說 那些941那些公用類型的股份 即現在941大概是7.7% 所以6號的話就算是比較合理一點 如果你說 近期就沒有什麼一些 就是叫做衝警 或者近期的消息就沒什麼點出的話 其實捉住近期的低位水平 你說我落到49.3左右 其實已經叫做可以考慮 好啊 也都麻煩了吳小姐的電話 接下來我們還有謝先生的電話 謝先生 早安 早安兩位 是 早安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兩隻股票 好啊 一隻838億 一台紅股 我看他這兩年的業績很好 就算疫情 他都有50%增長 好像今年上半年 上年也是增長很多 我看他 他都跟很多知名的大公司合作 我看看他 這隻股票的前景 我看他的股票表現都挺好的 我看現在現價賣賣 好啊 還有一隻雙湯 是 雙湯我看他好像捉死板彈了一段時間 我看他現在 雙湯都逆時升了 我看雙湯現在買不買得過這些位置 看他好像表現挺好的 好啊 麻煩我看電視 拜拜 好啊 麻煩你電話 億和838 暫時升上0.5% 先生就說 覺得業績好像不錯 其實看7月份 他亦都發了營起 其實這些位置 1.8這些位置 可不可以買呢 我覺得要回的話 都未算回得完 如果你說要找個支持 或者要做個後抽的話 比較理想一點 就應該要回到 如果說之前的頂 即是說 7月21號的時候 做完突破之後 開始之前做了兩個壓力區 或者支持位 就捉住1.6.5左右 就是6月28號 至7月19號 曾經做了兩個雙頂的格局 就出現了突破 所以比較理想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以再回多一點 才叫做再考慮 如果你說看著整個橫行區間 4月至7月 都是捉住在這些水平 就先上落 所以1.6.5的話 在這一隻來講 就比較合適一點 好啊 還有一隻就是雙湯 先生就說 看到他近期股價 好像回穩一點 但其實都沒什麼上落 這些位置可不可以買嗎 不會炒得起的 因為你說自從上一次大跌 即是6月30至7月4日 那兩天大跌之後的情況 你看到成交量 保持著這兩個月 都叫做越來越少 即是說你說 除了頭一兩天 可以薄一點反彈 可能還要是盤裏面的反彈 可以拿來炒之外 要彈得起的話 都很難 所以 你看著近期的壓力 如果你說近期對於股價造成的壓力 或者說它被人減持的壓力 這些因素我們就不會猜得到的 但如果你說想拿來薄 或者叫做拿來炒的話 挖著你說會止蝕 去到兩個零四做止蝕的話 那現在這些水平再去追 可能大概都是虧9% 即是你說拿現價來計的話 即是如果你肯兩個零四做止蝕 預料要拿止蝕價來做低位的話 其實就輸9% 9%又不算真的太過份 即是你說可能在 在10%內的止蝕 我覺得都算是合理的 但你預料就可能賭大小 這些時間去買的話 就未必真的叫做好彈得起 但如果你說肯止蝕 然後純粹拿來薄它 起碼都叫做彈回上去 半高位或者你說逐個高位試 起碼試了7月28號的高位 兩個半 然後再去想 上到兩個七 即是每兩毫去減持 或者去止蝕的話 可以合理的 即是你可以薄到兩次兩毫子的升幅 即是現在開始計算的話 兩個半 然後兩個七 止蝕的 只是輸一次兩毫子 即是你說 落到兩個零四的 就止蝕的話 都算是合理的 如果你要搏雙湯的話 就看著它之前的低位 兩個零四會不會穿 金金你這麼有記性呢 記得收到你的觀眾 回答你的3690 3690美團 怎麼看呢 暫時今天逆市有升 升0.8% 近來美團都淡了不少上來 這隻怎麼看呢 股價上個星期就做完一些支持 或者你說 曾經是叫做跌穿過 要做後抽市的一些支持位 就是捉住175元左右的水平 但是你說 隔了一兩天又能夠上來 之前我記得有說過 就是可以視 8月10號作為一天的 假跌穿 現在這段時間 可以留意175元的即市支持 去部署 但是你看著 拿近期的一些高位下來 拉上近期的下降軌 開始連結的話 現價來說就開始頂住了 所以就需要小心點 這個其實都仍然是屬於一個 下跌三角形的格局 如果你說這段時間 再穿175元的話 仍然是有機會繼續增進去 原來它會撥掉 所以撥掉的話 撥掉的話就正是正方向 就是剛才說過 現在是處於下跌三角形的格局 如果你說再推下去的話 跌幅是可以叫做更加多 所以這些位置 你說捉住阻力軌 捉住現價這些水平去撥掉的話 其實是合理的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你說止虧位的 可能你說輸 within大概5元左右 如果你說以現貨的價格來說 可能輸5元左右的話 上到185元左右 升穿20天線 那就考慮止虧吧 但如果你說可以遠一點的話 最好我覺得應該是穿187元左右 即是說說升多7元 那才算是打破到這個下跌軌 就慎防你 就好像今天這樣 上映線 其實已經穿過 那條20天線少少 所以 給它一點點增加的話 比較理想 就可以 去到現貨價187元 就可做止虧 現在這些位置都算直薄 投歪 那255元又怎樣看呢 比亞迪電子 近來看到它在50天線走上去 這隻是不是表現都不錯 這隻算是站得穩 都有一點點概念 是炒一些iPhone 或者蘋果的產品那一堆 還有一點點電子煙的概念 所以這隻要炒板塊 或者炒概念的話 是比較雜不能一點 所以就當它是一個短期的橫行區間 這樣炒 如果你說都能守住 這條10天下天線 剛好出了一些音竹給你去買的話 就靠著在10天線上一個水平去駁 然後彈的空間 可以叫做駁它上去250天線 不過近期的壓力位都不少 你說靠著8月5號至8月10號的時候 首要的水平已經是22.5 然後慢慢再移動 都是處於比較窄一點的下跌區間 所以有條件可以試到250天線 但可能都要等久一點 好 我們回答一條 6690 可宜之家 有沒有機會入貴劍呢 但好像炒不起 貴劍呢 今個月即是19日過幾天就會出爐 之前中金其實都估過 可宜之家會是後選者 即是潛在的後選者 Samuel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嗯 嗯 機會我覺得就不算很大 因為你說去到一些電子產品 尤其是說一些小型家電那些 在過去這一季已經沒有什麼政策可以出爐 去推動到它們的成交 繼續加大 雖然它自己本身算是合乎條件 但我覺得在國內的市場上 不算有一個很大的reputation 即是說你說這個板塊就不算很有代表性 在籃籌裡面 如果你說勉強要計算的話 其實小米都已經有相類似的概念在這裡 那還需不需要再塞進去呢 那這方面比較保留 所以我覺得機會或者炒作空間就不太大 而且你看到它們的股價上的表現 都出現過很大的分野 就是說現價來說 跟它們自己的52週相低 都是差一成左右 尤其是以這一個月的低位起計 可能你說最低位已經落到23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其實這幾天已經是貼著這條十天線向下推下去 但是你看著 如果真的有機會染藍的概念股 例如你316為例 當時其實已經是一直在試年內的高位 所以人家是有春光鴨知道 如果你說入籃籌的機會比較大一點的話 早上人家就破了頂 如果你說選一隻股價 還要是捱著一條十天線 以及在52週低位那裡走的股份 我覺得這個機會就不算很多 嗯,好呀 那你自己也太慢了 時間差不多了 那跟Samuel申報 有沒有持有以上的股份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呀,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我們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